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俄罗斯今天在莫斯科红场 举行了庆祝二战胜利 77周年胜利日大阅兵 俄国总统普廷在阅兵大典发表了简短的谈话 未如外界预测做出了重大的宣誓 不过他企图将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合理化 表示北约和乌克兰在俄国边界制造出无法接受的威胁 普廷说西方不要听俄国说什么 他们有他们的计划 他说西方准备入侵我们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亚 他表示俄国的战士正在为俄国的安全而战 每一位阵亡的士兵和军官都令我们痛苦 国家会尽一切照顾他们的家人 普廷表示 过去一年与其他欧洲国家和北约关系紧张 俄罗斯敦促欧洲找到一个公平的妥协方案 但他们不想听我们的声音 并表示他们准备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进行一次惩罚性行动 普廷说现在俄罗斯的行动集中在该地区 而北约开始侦查我们附近的土地 这对我们的国家和边际构成了威胁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有必要进行战斗 普廷表示特别军事行动是必要和及时的措施 他说这是一个独立强大主权国家的正确决定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阅兵大典的电视转播 因为天后因素而取消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母亲节当天徒访了乌克兰 在乌克兰会见了该国第一夫人奥兰娜·泽连斯卡 吉尔拜登在斯洛伐克探访乌克兰难民之后 越过了斯洛伐克乌克兰边境 进入了乌国西南角的乌兹霍罗德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44岁的妻子泽伦斯卡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自十周前俄乌开战以来一直就为此露面 泽伦斯卡是从一辆黑色的SUV中走出来 吉尔拜登递给他母亲节的鲜花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然后在庇护所的一间小侧屋见面 吉尔说我想在母亲节这天来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是 向乌克兰人民表明这场战争必须停止 这场战争是残酷的 美国人民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美国官员表示 吉尔拜登此前曾与泽伦斯卡进行过沟通 并在过去几周内交换过信函 出于安全原因 第一夫人对乌克兰的访问没有提前宣布 也没有在他的公开行程里表列出来 与此同时 G7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昨天举行电话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 白宫方面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 将逐步取消对俄罗斯能源依赖 包括逐步取消或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新的制裁措施将打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27名高管 然而目前为止尚不清楚有谁在名单上面 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 5月8号圆满完成 李家超当选了香港特区第六任的行政长官人选 李家超当选之后表示 对于自己的领导班子有信心 将会打造一个能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作为唯一的候选人 64岁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 获得了1428张选票中的1416张 另外有8个人投了反对票 4张选票无效 李家超发言时一度赶出 他说自己的一切都是在香港给予的 由一个无名小族到现在在一个重要的岗位 为市民服务机会难得 纵然是困难但可以服务香港 更可以服务国家 在更高层面上 我相信这是对国家的承担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与国际间的往返非常重要 但由于要防疫控制 在出入境方面确实面对挑战 一些措施为入境人士带来不便 但已是在防疫和经济活动间取得平衡 他表示 未来会与内地部门商讨通关 内地方面始终心系香港利益 相信只要怀着相同的目的 就可以找到出路 斯里兰卡国内因为经济危机不断恶化 全国各地的示威浪潮不断 要求总统和总理辞职 而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 在当地时间的9号下午宣布请辞 在周一的声明当中 他的办公室表示 他将辞职以帮助组建一个临时统一政府 此前数周 全国各地因为燃料和其他重要进口商品短缺 以及价位飙升而发生了 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抗议 戈塔巴亚·拉加帕克萨总统是总理的弟弟 拉贾帕克萨的发言人维利威塔表示 这位76岁的领导人辞职 是为了为总统建议的新的统一政府扫清道路 来应对该国 自1948年独立于英国统治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拉贾帕克萨提出辞职前数个小时 他的政党支持者冲进了可伦坡的一个主要抗议地点 袭击了反政府示威者 并于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央水枪驱逐他们的警察 发生冲突之后 至少有三个人 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在冲突中丧生 超过150人受伤 而在9号下午 斯里兰卡警方宣布 由于斯里兰卡和平抗议者与政府的支持者冲突不断升级 斯里兰卡在当天下午开始 在全国实事宵尽